他苦不堪言的隐私 因为我们两个大人 有时候一起洗澡 老中医说他有神秘配方 虎边 路边 狗边 什么边 十几岁到七八十岁的人都有 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 不是一个人两个女士 而是一个庞大的女士 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 都别动 都别动 七十二名犯罪嫌疑 我们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警力 欢迎收看 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昨天的夜线节目 咱们说到有个姓王的先生 他怀疑自己有点肾虚 然后又没好意思跟别人说 就在网上悄悄地买了点药 号称是特别管用老中医配的 花了一千多块钱 吃完了之后 他觉得不对劲就报警了 后来警察一查呀 哪有什么老中医呀 是一个七十多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而且现场不光查了一堆那些没用的药 还查着好多诈骗用的剧本 七十多人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 他们是怎么干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你的骗我 开始我没想到报警 我就把他拉黑 把他散掉了 拉黑了 后来我就想到越想越不舒服 我说你这也是一千多块钱 也是钱呢 所以这上中文女的说明 不情况 也说了一下 多别动 多别动啊 多别动 他是什么珍贵说什么吧 就是什么稀有腰材 什么虎编啊 鹿荣啊 对 然后他们的话就会认为 我们是中医或者说是闹事 或者是助理这种身份 然后我们就是以这种身份直接去描 小组长对这些销售人员进行培训 对自己的小组起名字 给他们补进 加油 比如说有的什么是火箭队啊 避胜队 超越队 自我队等等 然后会给每一个销售员一个话术 所谓的话术 这话术其实就是已经写好的 设计好的一些语言文字 里面包括怎么去取得别人的信任 怎么去拉近别人的关系 怎么去推销 然后药品的成分 问他早上好吃 早上没有 还有就是昨晚睡眠情况怎么样 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 根据话术上面说 建议他 他这个情况几个疗程会 让你恢复 恢复到什么状况 那期间如果是说有担心或者犹豫 就会跟他描绘什么一些什么话蓝图 就是说服用我们这个腰之后 会达到达到什么效果 舌苔 手掌 包括生殖器官 他都要别人发 然后别人还真的有得相信的 都还发给他 发给他看 你收到了其实对你来说 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 你看不懂这些头片 你还要他拍发过来 那是为什么呢 让他继续买药 比如说你舌头 舌头说你红 他有一种说法 你白 他又有一种说法 所以说你不管你怎么说 你都是有病的 你就需要吃他的药 有些人他情况很严重 然后跟你说得很好 他也没有买药 他不删你的这种人 他就是基本上就不会迷你 就是只放在里面 因为你会发现 养生的朋友圈他可以看 因为我们经常在微信上 发一些朋友圈 发一些朋友圈的朋友圈 他可能 今天看了明天看了 他有的时候 不一定哪一天 把心血来潮了 可能会 就 带回一点 先试试看 你朋友圈一般都发 什么样的内容 朋友圈一般 就是都是发一些 就是 别的客户反馈过来的一些 效果 就是说今天用了明天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说我们自己私自发的 都是统一的 大家一起发 支付定金之后 他们会把这些销售的信息 发给公司的潜台 潜台会告知这个物流部门 物流部门会统一进行发货 通过快递公司 把这些受害人 购买的药品 寄到受害人指定的收获地点 也许是家里 也许是单位 受害人在收取这些药品之后 向快递员支付为款 有的寄出去了以后 寄出了以后 受害人 你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为什么这个包装上面 这个药名 跟你们所说的不一致 他们会告诉受害人 由于我们现在销售的这些药品 是保密的配方 由于运输的便利 由于销售的便利 所以这些包装 我们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虽然包装都是千篇一律 但是其实里面的成分 是跟你夺身定制的 做人要求视频的话 他们会以一个理由 说现在很忙 或者其他的病人比较多 以这种形式来拒绝 如果说有的受害人 感觉被骗了 就是说一再地要求视频 或者怎么样 可能就是说这个受害人 他会把他放弃 他自己也说了 有的是民工 我都不忍心来骗他了 有些夫妻之间 老公难以妻子 老婆去利用老公的微信 去给这个业务员来沟通 然后最后没有效果 老公跟老婆之间 就发生了夫妻矛盾 在家里吵架扯皮 包括殴打 然后像这个患者的老婆 他就会在这个微信里面 给我们的这个业务员说 你们这个药不光没有给我 夫妻之间增加感情 现在造成了我夫妻感情的破裂 你现在还要我买 他说你的药是没有到 结果业务员反而会跟他说 你的药是没有到剂了 没有到时间 你要继续吃 继续买 这个受害者 从他的话语里面比较绝望 业务员每天聊了多少个客户 有意向多少个客户 他们都会对这个客户进行分类 我通过审讯 看他们的手机里面 每个人有三到五部手机 甚至有的主管 有十几部手机 手机里面 他每个人的微信好友 将近四五千人 每部手机 他会根据这四五千人 来进行分类 我们在开单过程中 分新鲜和复购 新鲜就是说是当天加入的钱 就为了新单 复购就是好比 就是说买过一次 第二次再来 再叫别人购买的那种 为了复购买的 你要他买药 你肯定要找一个理由让他买 就比如说 你就有一个复购的话 花束给你们 反正基本上就是 那个电脑上面都有的 经常好骗的 他会标注 比如说标注前面大写的AAA 或者多买了几次的 再一个跟你说话 谈过话的 有购买一项报告价的 就跟标写一个B 然后在这个 跟你聊过天 没有报告价的 标注C 然后你给他发 就是他们业务员会给他发 这个各种养生的专业的 通过花束本上复制下来的这个东西 来最后让人家来回复你 但是人家没有回复的 这类人标为D 包括最后人家 把他删掉了 或者说人家最后骂他 或者说发现了什么东西 就是很反感他了 之后买了之后的这种人群的话 标注一个S 那么这些在写字楼里 以中医身份卖药的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是怎么来干这行的呢 在此之前都是做那个服装加工厂的 就是我和我老婆 就是也是在外面打工的似的 就是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吧 从下午4点钟钟起来 坐到第一个天 早上7点钟 就太累了 又熬夜熬精神 就是说以前 就是说感觉30岁以前的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30多岁之后 就腰啊什么颈椎啊各方面都有问题 我就说你过来这边上班的话 最少身体会好一点 不用熬夜啊或者什么 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为啥的 就是说只是说好像跟那个大学生一样 是吧 早9万5的日子 就是说天天早上9点钟上班 下午6点钟就下班 有一种那种白领一样的那种生活 我是通过我的和我的小舅子一起 是他带我做的这一行 他好像是我们那个主党李鹏介绍的吧 就慢慢接受这一行 刚开始总认为自己是个销售员 有一点欺骗消费者的那样 就是说没有往诈骗上面待 不过做了两个多星期后 妻子就有离开这里的想法 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做这一行 精神压力太大 他就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我自己去做衣服 虽然累一点 但是我心里踏实 本想等做到过年就转行 没想就差一个月 他和妻子都进了看守所 很害怕 心里都是无为杂成 有担心家里的老人的小孩 又不知道老婆被挤压在哪里 也是心里很担心 好像岳母过来一次 自己的母亲过来一次 两次我都哭了 都要是有机会出去了 坚决坚决以后再不做再喊 哪怕是再苦再累 到外面再苦再累都行 就是说钱多钱少 真的无所谓 就是说一家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是最好的 就提醒我那天 我的后悔 我的想了很多 我都哭了 都不应该把我老婆接过来 警方迫切地需要找到受害人 一是让这些人们 知道他们受骗上当的事实 二也为本案固定证据 退还赃款 找受害人这方面 我们约的阻力还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就有一组 就专门 给他到各个地方去 跟这个被害人见面 跟他们面对面地交谈 这天警官徐亮 见完了家喻的受害人 赶紧赶往重阳县 他要在这里 与两名受害人见面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与其中一个受害人老江之间 会有一次哭笑不得的经历 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我是家喻县公安局的 我说你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 在什么位置购买的什么什么药品 我说你可能受骗了 当他听到我自我介绍 是公安局了之后 他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再跟他打电话 打了大概三至五个 不接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着急了 我就怀疑 他是不是考虑上 我也是骗子了 当时的话 我就给我们重阳的一批的 就是跟我一起参警的兄弟 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这样子吧 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案子 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这个受害人 用你们当地的话 跟他讲一下 我们不是骗子 然后我这个兄弟 就一直在帮我联系 话了以后呢 没几分钟又打过来 我说还是这个电话 我就没接 后来中午回去了吧 好像是 中午回去了又有一个电话 打过来我也没接 我以为他们是一伙的换了电话 这个时候我已经到达重阳了 跟重阳的另外一名受害人 取得联系了 这个受害人也赶到了 我们位于重阳的那个宾馆 跟我们已经见面了 他当时也还是比较害羞吧 因为他不敢跟我们在那个 公安局啊 或者派出所见面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重阳很小 他怕别人看到他了 他提着这个男性用品的药什么的 他就有点害羞 他就说我不要去在公安局见面 我说那好吧 我说你正好我们也有同事 在重阳这边提审 我们正好在这个看主对面 开了一个房间 他就到我们这个房间来 徐亮与这名受害人见完面后 继续去找老江 无奈之下 他按照快递单上的地址 直接来到老江上班的地方 一个单位的门卫士找到了他 这下老江会怎么反应呢 他就说冒充公监法诈骗 他说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么 骗子怎么这么厉害 敢到我的面前来诈骗我 我就跟他解释 第一 我又没有你的钱 是吧 第二 我又没有怎么样你 第三 我要把工作证给你看了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 但是老江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对我们非常肯定地说 没有买这个东西 也没有这个事情 他说我怎么可以买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事情 然后他当时就有一点 比较情绪有点上来了 意思就是我们在逼他样的 就是要他承认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也心里也比较着急 因为我们这个确确实实的 是有这么个情况 然后也比较属实 也不是一个假的消息 是吧 我们也过来 也是找他合适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我说公安机关 找你过来配合调查 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与他的对话 如果越对越多的话 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然后他就开始 就扯其他的理由来 就是说那我买这个东西 应该我也有药品 那我的药品在哪里呢 当时我就想到 我说如果说 我把这个药的盒子 给你看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联想起来 你买买买这个药 我就提议 我就说正好我们车上 有扣押的这个 受害人伤脚的这个药品 没有处理的药品 我说我把盒子 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你就可以想起来 当我出去 拿这个盒子的时候 他就往上爬 他根本就没跟我一起走 我就不知道 他爬到哪里去了 无奈的徐亮 只有找当地的警方朋友 这一条路了 我联系了大概 十分钟左右 我那个朋友过来了 过来了之后 我那个朋友 是穿着警服过来的嘛 过来之后 我在跟我朋友 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从楼上冲下来的 喂 你好 追溯 探寻人心 观众朋友 继续播出夜线 这个老江啊 当时是真报了警的 其实警察就是来找他 落实案情 然后呢 他非说警察是骗子 他找他们附近的派出所 报了警 附近的派出所呢 就赶紧出动了警察 来查骗子 结果两拨警察 就碰到一块了 互相这么一对 才把事情给说清楚 然后就让我们 特别困惑的是 老江和老江这样的人 是怎么回事 就是明明他碰见的是骗子 他就非相信 对方是真的 明明碰到的是警察 他非说这警察是骗子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当时正在新闻频道 看那个中央电视台 播当时那个广东 一个电信诈骗案 当时正在看 也是就突然有一个 一个陌生的电话 说你涉嫌什么什么 一起诈骗案件 我说这就奇怪 我正在看这个电视 我就以为他们是 也是诈骗的 而老江花四千多块钱 购买保健品的事 他根本没想到 会引起警方的关注 感动之余 他给我们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也是这个年纪大的 在那方面也没有追求什么质量 也不多 那方面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想改善一下那方面的事情 喜欢看一些那样的东西 网上那些广告 就是说谈出来 所以觉得也觉得好奇 他就聊我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就是腰伤了背痛 他还说有没有 比如说晚上失眠 精神不好 白天上班 有没有无精打采 这些 他说都能解决的 还有其他一些疗效 说什么对身体 其他保健的什么什么注意 各方面他都做了 包括就是说我头发不怎么样 他说这个还可以长头发 什么什么 所以就相信他一些 甜言蜜语的都相信了 他还说重要是家 他说治不好的话 他说他一辈子的重要是家的牌子 他都不挂了 还这样说 所以说别人真的是不敢不信 警方马不停蹄地寻找受害人 一一跟他们见面 获取他们受骗上当的证据 很多受害人 由最初的怀疑 抗拒 到最后的感动 向我们讲述了 他们原本很隐私的那些事 不记得是因为这个事也可能比较淡了 是特别与同 这个年纪他根本就不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三小五那女的也是家喻人 他每天关注了一消息的麻将影特别大 我当命出来的嘛 感觉自己身体一时还还不错 就那段时间面 夜量特别多 每天晚上起来三到四次 自己都不好意思 那么冷的天气 他又问了为啥这么多料呢 我往上面起来 我就感觉到工作忙了 压力大了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工作压力 导致老前产生了身体的变化呢 工作加得特别紧 从军阳到省里面都加得特别紧 我在文章分拌的是 一个维修 一个加家下 自认的私家车 货车 改型 加墙盘 所以在这家族人手不多 就每天忙于这个事情 现在倒就是抉择问责 就在几个月前 同事因为一点微小的工作疏忽 被当地媒体曝光后 从上至下 精神更紧张了 那以前嘛 上班你没什么压力了 觉得上班就难 下班就走 在工作之中呢 你有什么事搞得好搞不好 没人接你了 所以现在的训练 这段时间呢 每天文件是一天 哪里来一个 你看着自己的心都去的 都害怕 生怕哪个饭 你觉得什么问题 所以你上班时间急了 还要出去跑 一家一家的跑 到晚上 还是回到家 还是想这个事 之前我们到外道医院体检 也没说这方面有问题 我自己感觉的 在一看来 哪个男人 感觉说自己身份 好像蛮丢脸的 刚好那天在办公室 就看那个电脑 从电脑弹下来的那个东西 再一看呢 仔细一看呢 那里面说的和介绍的 一看他还觉得抱着试一试 看一看的心态吧 就加上微信 一样一样的问 问是你结婚没有 结婚了 他第一天 第二天就问你 你夫妻生活 是怎么个概念呢 我就 你病什么医生里面聊 很正常 你该说的别说 他说 这关键生活里面 我说一个时间短 第二个就是 这段时间特别了度 我才了度 他说你那是肾虚 什么正常 去吧我跟他聊了 跟我聊了三天嘛 我每天一到三半时间 他基本上给你发个信息 介绍他们医院的是 都是哪个大医院的 退休的 老中医的 但是你看到 当下的社会呢 也很正常 你说一般医生呢 退休呢 到一起 是吧 就慢慢的到第三天嘛 我就基本上 你要忽悠的 我比较成立了 老安是警方所见到的 受骗金额最大的人 他总共花费掉了 一万多块钱 但说到自己的这个病 他说 实在是来得有些 莫名其妙 他给我们讲述了 自己从年轻时 开始的感情 和两性方面的经历 初一的时候 七十年代初七 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保守 连女生都不敢看一眼 即使女生看了我们一眼 我那女分上红 也不敢往那边想 挑拌的时候 有个女生挨着我坐 我把那个桌子 让花条线 不让她过街 到了读高中时 老安依然是一个 勤奋上进的好学生 有个余同学 原来的同胞同学 到我学校去看我 约我一起到东湖去玩 过个沟的时候 他要我拉他 我说你自己过吧 他说你不能拉我一下 我说我考虑到当时 我知道他对好 但是我又 不能往那方面想 又不想 跟他有什么事 因为毕业之后 我不知道到哪去 我不知道将来 将来我们会不会 在一起工作 然后我就没拉他 高中毕业后 那个女生进了工厂 老安却因为表现好 被推荐进了大学 大学期间 我们一直没有想到 什么恋爱的这个事 因为当时就是 为了把学习搞好 将来 参加工作以后 再说 再去恋爱 加上女同学也少 我们那个学校里面 女生只占10% 毕业之后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都是去工房 没有私房那个概念 我当时是两个同事 去建房 一间房那个房子特别小 才10来个平方 有时我那个同事 他带个女朋友回来 我就跑出去 老安终于熬到自己分房了 有了房子和好单位 他也可以找一个 很好的对象了 果然 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 又漂亮 家境又很好的女孩 我们相处了两个多月 再加上看他家的条件 各方面都可以 再加上我的父母 也春雨 也快点结婚 27、28老大不小了 那就结了 结了就结婚 一年吧 就有了个女孩 然而没过几年 老安和妻子之间 却出现了裂痕 他一个比较喜欢打牌 二个喜欢跳舞 后来我发现他 他五天的长期很晚回家 有时候干脆不回家 后来别人跟我说 他有个男生 长期跟他在一起做舞伴 后来当时听说 后来发现 他两个人经常 成长主队 进去舞厅 还进去饭馆 后来我问他 我说这是不真的 他说是的 后来我们就离了 一个人大了 过日子 中头有些好些人 给我介绍 说你一个人过 也不是个办法 有个人才叫家 我就这样想 我说要不让他们了解一下 我们互相了解一下 对方一听说 我要离婚 要带这个女儿 人家条件好了 不愿意看中我 后来有几个条件差一点 我看到条件太差了 又没工作 又没生活来 家里还有一大堆的强亲戚 还有的老到老 病的病 要5到5 我看这个情况 我也受不了 后来就这个事过下来 过下来 过了十几年 雨要大了 他们他也出去偷吃了 我也50多了 后来别跟我介绍了一个 我们见了个面 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 他也挺喜欢我的 老安觉得 自己花费大半生时间 终于找到了最如意的人 他要慎重地看待自己的个人幸福了 我们两个人 确定关系之后 我就把我找老伴的事情 跟老女儿讲了 老女儿的手 他说 你也得找一个老伴了 我的那个女朋友 他后来 他也跟他儿子 也说了 他也讨论他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在一块 但是有 有人我们 这钱的心理因应 都说 再也 不行买药试试 后来我就买了个药 说到 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樊志强律师 媒体人惠思 欢迎两位 这些犯罪嫌疑人 七十多个 抓住之后 他们总体来说 是说 我知道 就是有点蒙人了 可是 我卖的那也不是假药 你知道它也是正式的 也是医药 它是合法的一个药 但是这个药 确实没有那个功用 也不值那么多钱 可是我这个 这个不算犯法吧 这应该就是一种 销售方式 销售手段吧 卖药是不违法的 但是他们这种 卖药的手段 是违法的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卖药是要经过 培训持证上岗的 但你看这一帮人 他们有什么手段卖药 首先 自己不是医生 把自己包装成医生 其次 这个药没有这个作用 他们鼓吹说 这个药有这个作用 所以构成了诈骗罪的 以隐瞒真相 和虚构事实的方法 来非法获取他人钱财 人其实这个 不劳而获是成瘾的 对吧 即所谓 学坏容易学好难 开始说 我就挣五万块钱 还了债就行了 最后都挣了五十万了 不收手 接着犯法 最后被抓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 他们心态 是有一种赌徒的心态 赌徒赌的是什么 是钱 我见到一点力了 我还想投一个更大的 见到力了 我再投一个更大的 这些人是什么呢 我干一个月试试 好像还行 我挣到钱了 半年呢 也没什么事 那我再干上一年吧 其实就这样 不停地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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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赌的这个赌注 不是钱 是什么 是这个自己的前途 以及自己的人生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人在这种情境之下 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 觉得这个事 我还是有侥幸心理的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我们再说说这些 被骗的受害人 受害人多了去了 大部分人根本就不敢承认 我们采访到了五个人 得谢谢这五位先生 勇敢地接受了采访 五个人没有一个 你要知道 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件事 性生活不和谐 是两口子之间的事 这个必须得两口子沟通 俩人聊 然后俩人互相帮助 互相调整 他才有可能 但是这五个 接受采访的先生 没有一个跟他们的妻子 或者女朋友 做过任何这方面的沟通 假装不存在 都不提这个事 然后他都是偷偷地 跑到网上去 花好多钱买了点假药 就成了受害者 后来我们就发现 这五个人里面 至少有一个是 太太极其强势彪悍的 有一个先生是工作特别累 压力特别大的 有一个先生是自己的性格 就是很保守 很骨板 很压抑的那种 这些是不是有什么共性 其实这个性 在这个情感生活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表达 它是这个情感之间 特别重要的一种流动 那么在性方面 它交流受到阻碍 其实这个情感的交流 肯定是受到非常严重的阻碍了 最亲密的人不能去说这个事 那我肯定就得选一个 其他的渠道 我去表达这个问题 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社会支持系统 那我正好在网上 有人正好卖这个药 我就买点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 夫妻之间能特别坦诚 或者妻子能在言语上 多给一些鼓励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不至于最后被骗 你说这70多人围着你骗 感觉你往哪逃啊 跟待宰高扬似的 这要不被骗得怎么着啊 首先还是要呼吁监管部门 承担起来监管责任 要让我说 其实这些骗局发现并不难 它得做广告吧 它在朋友圈里推广吧 因为监管者在一定程度上 他本身也是消费者 他也活在这个社会上 别人能听说的事情 他应该可以听说的 第二个就是要给消费者建议 要及时地获得专业人士的帮助 因为我发现 现在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也敌不过这个专业骗局的操作 你看本案当中 这些人不是一开始就没有警惕性 他是有警惕性的 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上当受骗了呢 就是你敌不过人这帮骗子的 组织严密 分工合作 有剧本 有台词 表演得太像了 你根本就无法看出来 我看过一个案例 在一个QQ群里有三百多人 最后破案以后 这骗子说 这QQ群里只有一个是被骗的 剩下都是我们的人 所以到这个程度下 你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一开始有警惕性 最后被人这一群人忽悠你 你就上当了 这一类被骗者 又比其他的被骗者更可怜 就是因为难言之隐 不好意思 然后还被人欺负了 所以男士们碰到这种事 你说他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性 更多的 应该是寻求自己妻子的支持 你的妻子 恰恰可能就是你最好的心理医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夫妻之间 爱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治愈的一个 最有效的良药 这个时候跟妻子没有沟通 我在外面被骗了 甚至我觉得我在这都要呼吁一下 希望这些妻子 能够给自己的爱人 多一点的鼓励 多一点的支持 哪怕是这个老公曾经被骗了 都不要再去埋怨 再去责备 然后再去吵架等等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很多这个男性 外表看起来特别的完美 他在各方面都特别优秀 但唯独就这一点有缺陷 其实从这个自身 对自己的要求来说 或者是苛责也好 就特别不容易 放掉自己的这一点的缺陷 这个事情就被他 无限地放大了 特别影响这个自信心 说一千到一万 不管是说我们得跟上时代也好 得懂专业也好 周围有人际知识系统也好 周围有法律工作者也好 这些呢 它是有要求的 如果我什么都达不到 我文化水平又不高 我脑袋又不是特别好使 然后我还特别容易被人一删户 我就感动 那我就教你最简单的一招吧 就是捏紧你的钱包 死活不给 我用的就是这招 就是我觉得你跟我聊什么都行 我没准也不懂你说的那事 而我还挺感动的 开始要钱了是吧 那我就走了 如果你甚至都觉得 好像应该给吧 的情况下 你就先帮着 帮到半年以上再说 因为骗子一般的 不跟你周全那么长时间 骗子自己就会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